金融市4月26号新增409例 年龄别以35到44岁最高有90人 至于居家隔离人数为6229人 解隔离人数有1553人 全市社区筛检量从3月底设立资金 累计已经突破8万人次 超过全市人口的22% 至于4月27号将实施的三加四方案 没有常特别说明相关资讯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也预估 实施首日金融将有1500人左右解隔 公布了新的三加四的一个政策 当然在刚刚的中央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CDC也有做了一些说明 那现在因为正在调整跟换轨当中 我们也在积极的一个协助跟配合 那也在这边跟市民朋友大家来报告 大概这两天会有很 比较大量的一个解隔 会跟这个三加四的政策 其实也有关系 另外就是我们前阵子 匡列的人数比较多 那现在时间刚好也到了 这个解隔的时间点 那配合了三加四的一个政策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如果你是已经居隔超过三天的民众 含三天的部分 从4月27号的临时开始 会解除居家隔离 那这个是由中央统一 他会以简讯来通知 这个通知这个你 然后这个其中他的这个简讯的一个内容 就会包括这个从4月27日临时起 解除居家隔离的一个讯息 那如果你是在事前 在之前就已经 临有居家隔离输的人 那一律作废 一律作废 就以这一次 中央所发送的居家隔离简讯为准 对于实施三加四方案 与以塞代检中 最为重要的工具快塞四季 能不容易买到 牛昌透露 金融市政府原本计划 致行购买快塞四季 也因为中央征用卡关 向中央申请校园快塞防护网等计划 也没有获得中央同意 不过中央规划的实名制购买快塞四季 最近将上路 渴望解决快塞四季不足的问题 爱心快塞的这个计划完成之后 我们市政府是觉得快塞四季 对防疫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那一个计划完成之后 我们金融市政府就自己跟业者 透过这个公共供应的一个平台 来订购这个快塞四季 不过后来因为中央整个集中的一个征用 所以我们跟业者定的快塞四季的出货 也受到一个影响跟卡关 我们积极的再跟业者来要求 现在中央已经逐步的快塞四季 有做了一些规划或者是进口 我们订购的这些制购的快塞四季能够尽早的给我们 至于跟中央申请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有提出一个计划 也就是包括我们在校园里面 希望透过校园学生的一个快塞 来建置一个防护网 那这个计划中央并没有同意 所以我们并没有拿到 这个新的一个快塞四季 牛昌强调对于三加四方案 正与中央厘清相关配套措施 也希望中央紧述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引 而随着确诊数量越来越高 未来也需要民众的自主防疫 度过这段过渡期 记者张其滕 金融报道